我们什么时候杀球是杀的最尖 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能够杀到最尖的角度 要保证我们的杀球是刚好贴着网带过去的时候 就是我们能够杀到最尖的角度 所以我们在杀球的时候 眼睛先看一眼网带的高度 然后呢抬起头看球 你的眼里要有网带的高度 你的心里要有网带的高度 杀球就是瞄着网带的上眼去杀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杀球是不是贴着网带过去的 看到吗 是不是每一个球都是贴着网带过去的 这是我们能够杀的最尖的角度 我们就绝对不会下网 是不是 是不是没有一个球是会下网的 这是点瞄着网带来杀 第二个点 就是我们在杀球的时候 要注意我们的步伐节奏 很多人杀球为什么老是杀不好 因为它的步伐节奏不对 就是我们杀球的节奏不对 什么叫节奏啊 我们杀球用一句口诀来说 怎么在后场杀出一个完美的杀球 那就是记住这句话 就是我们要在正确的时间 用正确的空间 用正确的力量杀出一派完美的杀球 什么意思呢 首先第一个点 我们杀球是不是要保证 球在我们前面杀球 我们在后面杀不了球吧 所以我们在做步伐的时候 我们在边往后退边杀球 我们的最后一步要怎么样 右脚要往后跨 拉开跟球之间的距离 保证在最佳的距离内进行杀球 保证球在我们前面 这是第一点 正确的空间 第二个点 正确的时间 因为这个球它是有快有慢的 我们的脚它是不可能一出地就向前杀的 我们要学会等球过来 做一个蓄力准备的动作 所以我们的右脚在往后跨的同时 膝盖要围曲 后脚跟要微微抬起来 整个脚就像弹簧一样 压缩力量 等球过来 等球到了最佳的击球范围 蹬地向上传导力量 将我们的力量集中的一点爆发出去 第三个点 就是我们用全身的力量去杀球 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我们是讲究力量的传导的 首先第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脚要传导力量到我们的胯 要怎么做呢 我们的脚落地之后 你看向前向斜上方蹬地 让我们的胯部能够顺着关心向前顶胯 向前顶胯的时候 我们的胯部会给我们的手臂 一个向前的关心 然后我们的手臂顺着关心再向前甩 然后我们最后手按手指 借助我们的惯性再向前顶 就可以将我们的力量 一环接一环 一环接一环 传导到一点上爆发出来 所以回答那句话总结一下 正确的空间 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力量 杀出一排完美的杀球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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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